主要是第一体力被消耗,然后孙思又说今天美强惨,律师好像不是特别好,您怎么回应呢? 嗯,其实,怎么说呢,确实会挺遗憾的,首先,《王者荣耀》的话是一个团体游戏,其实《王者荣耀》我遗憾的点是,昨天晚上,赵磊跟赵让,就是临走的时候他俩来找我,他说,郑林,我们现在RICE一块金牌都没拿到, 就想说,我们王者能不能帮我们拿一块金牌,当时我觉得还蛮感动的,就是他们会过来寻求我的帮助,然后,就是,这真的是我唯一的遗憾,就是没有帮到我们队友拿到一块金牌,对,然后,今天的,今天的150米接力的话,我觉得,怎么说呢,就是,抢跑嘛,每个人都有失误嘛,这个, 这个我觉得OK没什么问题,就是,大家只要拼尽全力就OK了。 这其实也是我们超级英拳演会第一次的。 在我身边站着的就是U9嘉宜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U9嘉宜 是的 嘉宜刚才呢 也在王者荣耀的决赛当中 作为中部的代表赢下了一枚金牌 怎么样 这个金牌带着感受如何 挺沉的 挺沉的是吗 之前有没有想过能拿到这颗金牌呢 其实说实话好像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拿到金牌 这个金牌它就来了 就拿到了 那刚才呢 我们也是看了你们的比赛 想问问嘉宜啊 觉得这种电子竞技和传统的体育竞技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不同的感受啊 我感觉都差不多了 因为都是体育的精神嘛 就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对 敢拼 没错 而且是团体项目也需要队友之间的配合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队友说的呢 就是很感谢队友的支持 然后可以让我来到这里 然后也是 因为是团队项嘛 对 就是队友是分不开的 对 所以真的是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那我们再次恭喜嘉宜拿到了这款金牌 非常棒 那在最后呢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 在意的好物在京东 京东双十一全球好物节 十月一号全面开启 十月一号到十一月八号 超市服饰美窗 时尚家居 大小家电 电脑数码 手机通讯 生活服务 plus day 各个专场优惠不停 十月九号到十一月十一号 神券狂洒 巅峰狂欢 十月十二号到十一月十五号 狂欢继续 每天都有惊喜 现在就去京东抢购吧